消失13天,莎莎被发现成王男女儿技术指导 网友却发现了两个没想到 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一起聊一下这个话题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周,我又来了 那么话说呀,这今秋十月呢 北京的秋风都带着几丝两翼 却吹不散球迷心中的那份热情 就在大家纷纷猜测咱们的果冰小郑的去向时呢 一段小视频呀,悄然在网络上走红了 瞬间点燃了无数球迷的心 那视频里呢,那一个大家熟悉又牵挂的身影 孙英莎竟然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消失了13天的她呢,没有出现在赛场上 而是温柔的站在了乒乓球台 耐心的指导一个小女孩 那这个画面呀,真的让人是既惊讶又感动 那不少球迷呢,都惊呼呀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拉起她的孙英莎吗 您还别说 这位让孙英莎化身温柔教练的小女孩呀 还真的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她就是乒乓球传奇人物王楠的宝贝女儿 郭一佳 小名呢叫孝孝 不要看孝孝今年才7岁呀 却已经成为了众多世界冠军的冠名弟子 这个起点可真的是让人羡慕不已 网友们纷纷感叹 有些人呀,含得金钥匙出生 而有些人的陪练呀,从出生就是世界冠军 咱们把时间呢,拨回到10月20日这一天 这一天呢,不仅是马龙和梁敬坤的生日 还是王楠与丈夫郭斌结婚19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一个双喜临门的日子里呢 一场温馨的聚会 让几位拼谈名将齐聚一堂 马龙的生日派对上呢 除了蛋糕和美食之外 还多了两位特别的嘉宾 孙英莎和王处勤 原来呢,孙英莎因伤退赛呀 也让球迷们牵挂不已 没有想到呢,他竟然在这一个私人聚会上 惊奇献身呢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呢 两天后呢,王楠的丈夫郭斌 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一段 暖心的视频 视频当中呢,孙英莎细心指导 笑笑练习乒乓球 那个熟悉的奶萌声音呀 专注的眼神耐心的讲解 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孙英莎 郭斌呢,在视频下方也留言说呀 闺女呢,何其有幸 能同时得到乒乓球最伟大的运动员 马龙,偶像王楚清 莎莎的耐心指导 这简直呢 这简短的文字背后呀 也藏着多少人羡慕的故事 而更让人惊讶的就是呀 笑笑和她的这一些私教们之间 还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点 她和王楚清一样 都是左手打法 这对于孙英莎来说呢 无疑也是一个加分项了 作为王楚清的双打搭档 那孙英莎对左手打法的特点呢 也是了如指掌 她将这一些宝贵的经验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笑笑 王老门看到这一幕呢 也纷纷表示呀 原来呢 莎莎不仅是赛场上的女王 生活中呢 还是一个暖心的大姐姐 说起笑笑呢 这一个小姑娘的成长轨距呀 也是真的让人感慨命运的眷顾 八岁的年纪呢 就已经在乒乓球领域 展露头角了 两年的学习时光 收获了多个冠军头衔 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精通钢琴和绘画 这样的才女在乒乓球方面 也展现出了天赋 让人不由地想起了 她的母亲王楠 王楠这一位中国拼弹的 第一位左手大满贯得主 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女儿铺就了一条星光大道 马龙 王楚清 孙莹沙 这些在普通人眼中 遥不可及的世界冠军 却成了笑笑日常训练的 陪练和指导 有网友调侃说呀 有的人生来就是牛马 而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 虽然这句话有一些调侃的意味 但是不得不说呀 笑笑确实站在了一个 让人羡慕不移的起点上 然而起点再高呢 没有后天的努力 也难以走得更长远 那看到笑笑在训练当中的 专注和坚持呢 我们也仿佛看到了 下一个听谈传奇的出行 孙莹沙在指导过程当中 也展现出了她的耐心和温柔 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世界冠军 不为人知的一面 她也用自己的方式 向我们展示了体育精神的传承 这或许啊 就是中国乒乓球 长胜不衰的一个秘诀吧 前辈们永远愿意将自己的经验 无私的传递给下一代 好了 今天呢 关于莎莎最近一个情况 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